善才童子来到了婆斯罗船师的住处 那既然他是船师 他自然就是住在海边 那因为呢他要做什么 他要跟船有关系 可能是航海 也有可能是造船 那这个不管他是什么专业 他是跟这个船业有关系 所以呢善才童子呢 来参访到这个船师 那以前上次我们提过 以前出海的人 他是要经商或者是要去寻宝 就是这两种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看到这个船师 他跟非常多的商人住在一起 商人的思维方式 他是比较有这种冒险性的 因为他会看到变化 然后从这个变化里面去看有没有商机 所以呢这个船师呢 他在面对这个大海的时候啊 他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教材 什么教材 他就是佛法如大海 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 这佛法里面呢有很多跟海有关系的辟育 那他第一个呢 就会先讲到我们的心向大海 那如果心向大海就是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宝藏 可是我们却常常呢 没有使用这个大海的功能 我们只有使用大海的恐惧 恐怖对不对 这个波涛汹涌 所以我们的心呢有很多的 这个寒藏的这种种子啊 乃至于这些善业恶业 如果不善于使用 其实它是很危险的 但是如果善于使用 它就是无量的宝藏 但是我们却常常呢 执着于一个泡泡嘛 是不是 弃大海而执着于浮殴 因此在这个浮殴的一个世界里面呢 形成了狭隘的之鉴 那现在呢我们来学习华严经 这华严经呢 它的内容啊是广大的 要扩大我们的心量 所以呢在这边呢 就善才童子他来参访这个传师的时候啊 他一定是问他最得力的法门 那这个传师呢 就依据大海为敬 来开示这一些商人 这个大海法 那善才童子呢 他来了之后呢 当然就是照一般的礼数 来顶礼 那传师就告诉他说呢 我现在啊 住在这个海岸路中啊 那随时呢 就是修菩萨行 所以人生的境界呢 到你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是自立个利他 那我们在还没有办法自立之前 很多人说这个 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 所以我要先求生存 那求了生存之后呢 行有余力 自然就会想要立乐 有情 只是这个立乐有情的范围 有的只是立乐我们自己家人 然后再大一点呢 可能立乐我们什么中青会 或者是这个事业 我们的公司 或者是我所属的团体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朋友 我的孩子的朋友 这大概就是这样扩展 那如果到最后呢 就是 诶 所有一些众生都广度呢 那这个层次 当然就是众生也有层次啊 是不是 那有的人的众生呢 就是跟人有关系的 他都很有兴趣 那有的是 不只他还要为动物争取他的主权 那有的呢 就是对这个超度轨道的众生 特别有兴趣 那不管是什么 就是六道众生 就是我们的心量越广大 他自然就可以成就越大的效应 那这个地方呢 传师呢 他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些商人 所以呢 他说呢 诶 这些商人呢 取了宝之后 大家有钱了之后要做什么 很多人说 有钱就是享受啊 那你就是一般的商人而已啊 那我们在这个 在《华言经》里面 讲到菩萨是商主 那意思就是商主 其实是菩萨 什么意思 就是商人之主啊 企业主啊 那这个企业主呢 是具有一定的智慧 他才能够领导大众 然后具有一定的福报 他才能够做什么赚什么 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福报呢 哎呀 你就是不会投资 对不对 那怎么认真做呢 效果都很有限 那如果没有智慧呢 你的方向是整个会完全错误 所以他说菩萨为商主呢 是要引导大众呢 离苦得乐到安隐之处 所以这个传师啊 他也是这种心情 他说 严福提内的众生贫穷的啊 我是为了怎样 要饶意友情 所以我要利乐他 那但是我要利乐这些友情众生呢 我必须要有东西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商人要 进大海冒险去取宝 所以呢 他这下面就讲啊 除了要给他这个金钱之外呢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让他懂得佛法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负义法师 负义法师 那负义法师呢 一般人说 诶听佛法到底以后会怎么样 就是你会成为比较愿意修行的人 那当你愿意修行了之后啊 诶 我们都会比较好 是不是 然后第一个 很多人说我学佛之后呢 至少我的脾气改好了 那脾气改好了 对你身边的人来讲就是以大福音啊 是不是 所以你把自己修好呢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 那行有余力呢 还可以让旁边的人改掉坏习惯 那就更好 是不是 就是自立利他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他说 诶 我就是长期以来呢 就是来利乐这一切需要者 那需要的人呢 我先给他温饱 接下来呢 诶 我再给他呢 这个佛法的智慧 所以三男子 我助于如此思维 如是做意 如是利益一切终身 我的目标是这样 当你的目标很清楚 你的心态是很清楚 你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依照这个心态去实践嘛 所以呢 他说呢 下面呢 就开始呢 针对他的专业了 那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的专业是 他非常熟悉海的性质 那海中呢 哪个地方是有矿藏的 哪个地方是有宝的 我们现在知道 这就是用现在的语词讲 就是哪个地方的那个矿麦是比较丰富 有含蕴藏比较丰富的宝藏嘛 那那个上一次呢 去缅甸的时候啊 在缅甸呢 有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矿业公司去采矿 结果呢 把所有的基础建设 全部通通都做好了 结果开墾了20年 发现都没有矿 所以呢 那这就是变成怎么样 就耗费很大量的这些资源 可是他们在判断的时候 是猜测这里有丰富的矿场 所以当你要挖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所以是一种赌注 那你不能够明白就会做白公 那这是海中的宝也是这样 大海这么深 你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 那这船尸呢 他非常清楚 那至于他怎么这么清楚 那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智慧 所以他说他知道宝海中呢 哪个地方有洲 哪个地方有什么宝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过去 这个航海家 他们对于这个天文地理都非常的熟悉 那甚至于对这个洋流的流向 那这个生态都很熟悉 那这个地方呢 他说我除了知道宝 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危险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龙柱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有这个蒙兽啊 他说呢 接善回避 是不是 你要一路平安一定要怎样 要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很危险的 有暗流的 你就不能走啊 有漩涡的 你这样子走下去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掌控你的这个人船的安全 所以免离诸难 好 再来呢 他也知道这个水色 水色也了解 波涛远近 还有他能够观察天象 所以日月星宿 他都能够判断 他知道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方向赶的 可能就不能去了 对不对 到底开到哪里去 开一开又回台湾 为什么 运行度数 我们是要看那个天上 还没有指南针之前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好像这个现在这种技术 是非常稀有的 那这次这个船师 他说他还会知道天文 还会知道地理 也会知道这些水流的属性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还要善于造船 所以这个船铁木尖翠 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材质的 他是比较适合 好机关色滑 水之大小 风之逆顺 这个船他也很了解 全部都知道 然后适不适合出海 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 是不是他也要知道啊 那要不然一切都准备好了 结果怎样 结果就去不了 去不了 所以呢 那个普陀山 有一座观音 有一尊观音叫做不肯去观音 是不是 那为什么叫不肯去 因为他要被请去日本啊 结果呢 去了出海三次又飘回来 所以他们大家都说 这个一定是这尊观音不想去 所以他就留下来 变成不肯去观音 那如果你从这个洋流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遇到东北季风嘛 是不是 他出去然后又被吹回来这样 所以说你要能够知道 否则呢你就说 这是观音符是要不肯去 其实是因为你不了解 什么这整个大气的一个变化 所以上男子我已成就如是智慧 常能利益一切众生 那我已好传在载这些商人 所以他是这个什么 运输业的是不是 那不但呢 这个上传的人呢 这个可以一定安全平安到家 而且呢他在上面还可以听什么 听佛法 所以以后我们呢去找一个传 是不是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上传的 我们每天呢怎样 每天晚上八点就来讲华严经 然后呢讲的还打坐 对不对 然后讲八十天刚好环游世界这样 八十一华严嘛 那这样好像不错哦 来参加 我们要存钱 要有足够的钱才行 那你看这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完全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只能在这个船上 那我已好传运株伤众 行安隐道 要复畏说法令其欢喜 那这是非常殊胜的 好那第二个呢 哎呀他还把这个船 这个怎么样安排 所有的他所出的船 没有一个损害的 没有传难 没有发生过传难 所以若有众生得见我身 闻我法者 每一个都得到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人物 所以一个大商人 这是大商人 而且是大菩萨 他说如果呢 哎他这个能够了解众生心啊 他对于他所经营的这个事业呢 是非常殊胜 就是很顺利 很安全嘛 第二个呢 哎他遇到的这些人呢 大家都得到利益 所以他不是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 做事是一个方便 所以我们有方便法 然后有究竟法 那他的这个究竟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发了一个慈悲心 所以他修这个慈悲行 慈悲行 若有见我即已闻者与我同住 意念我者皆系不空 所以这是传师 传师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各业嘛 里面都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区块 那我们依据我们的专业去发挥我们的慈悲心 那这就是善才童子五十三餐他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 哎行行出状元 可是行行出菩萨 是不是状元跟菩萨差别在哪里 就是心态不一样 所以那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十回相品到这个地方 不坏回向 因为他是什么叫不坏 就是善跟不坏 他的慈悲心不坏